是我的幻觉吗 那些秋秋人是不是看起来有些古怪 是啊 难道和他们身上那种奇怪的黑气有关系 啊 妄束客栈就在附近 会威胁到来往的客人吧 见到了又不管的话 总觉得会良心不安 试试看对付他们吧 这些满身邪气的家伙 确实比一般的求求人要难对付一些呢 诶 你看那边 聚集了一些人的样子 哇 你看到那个戴着面具的人了吗 他那边的秋秋人都害怕的跑掉啊 你是说像萧那样的仙人吗 这么说确实 萧也戴过差不多的面具 看他刚才做法 好像比萧更有些人的样子呢 不如去跟他聊聊吧 你好 我没事 哼 道谢的话就不必了 除魔技士是仙家本分 不足挂持 不足挂持 你们好像是没见过的面具 本仙还以为是姓众呢 我叫派蒙 这位是我的旅伴 原来如此 那本仙也当介绍一下自己才和礼数 本仙乃是多星绝尘天君 也极是姓众们口中的星辰天君 此番 本仙下山济世 相逢有缘 若二位有什么心愿 无妨说与我听 心愿 天君你还能帮人实现愿望的吗 我本来以为黎月的仙人都只是打架厉害 毕竟天君比真君在仙位上高一级 鼓吹自己的神通并非本仙作风 二位不如与几位幸重寥寥 再做评判 看到星辰天君做法了吗 真是神通广大 家父的病 想必也有指望了吧 见到那样的法术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当然是真真正正的仙人 我之前替卧床的老妇求了个药方 跟不补卢的方子天差地别 药熬出来还飘着一股淡淡的雾气 鲜得很 虽然也可能是加了冰雾花的缘故 先加药方实在了得 家父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至于那些献给星辰天君作为贡品的古董 跟家父的性命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对吧 随意和他们聊聊吧 本仙从不自吹自擂 是非都留给他人评判 有星辰天君在 千言君都可以下岗了吧 我是个商人 上一批货物实在太值钱了 便冒昧拜托星辰天君同行 只见天君祭出符咒 魔物全都退避三射 一路上连个影都没见着 虽说费用方面确实贵了点 但毕竟请先是件大事嘛 也不知道 你们外国人能不能负担得起 总觉得现在 每天过得充满了希望 你们也是星辰天君的信重吧 自从我的未婚夫不高而别 我每天以泪洗面 后来尝试了星辰天君的先法 把他的画像烧掉 再把灰烬在日出时刻吹向大海 命名之中 我真的感觉到他要回来了 是真的 绝对不是什么心理作用 于是我开开心心地 把嫁妆献给了星辰天君 毕竟若不是他帮我找回夫君 这嫁妆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了 如何 性众们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都是肺腑之言 阁下说笑了 有位仙家高人 薛无量 人称量子 他曾经说过 万物本是纠缠在一起 心理作用亦是一种魂魄 与事物结局相连接的因缘 也就是说 他们的愿望 都已经走上了通往实现的正轨 这样讲 明白了吗 完全听不明白 但总之 他们的愿望都能实现是吧 嗯 没错 这位小友悟性很高啊 说起来还有一个问题 嗯 但说无妨 本先 游历民间 既是行善 不露真容 只为少生事端而已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么 二位的愿望是什么 嗯 这背后一定有段悲伤的往事吧 好吧 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还差了那么点意思 差了点 意思 哈哈哈哈 仙道但平悟性 若二位参不透我话中之意 那就数本先 难以相助了 怎么办 我还是不明白他说的意思呀 哦 刚才那些信众们好像也提起过 请仙人帮忙 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可我们两个身上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甚至 你连神志眼都没有 哎 不如我们做些好吃的给他 没人能低到美食的诱惑吧 嗯 好吃的 这个办法肯定能成功的 嘿嘿 不如我们赶快出发 去万文集社 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最好的流行菜谱吧 无论 这才能百分极实成功的 你不想要带我去 你不想要带我去 就要这一本吗 护法先中夜叉路 这些给你 不用找了 老板 扩气 扩气 谢谢回国人 这不是那位多星缺臣天君吗 怎么又在这里碰到了 我好像听到他刚才买的书叫 护法仙重夜叉路 记得好像是一本关于仙人的书来着 仙人为什么会买有关自己的书呢 哎 是这样吗 你觉得哪里可以了 啊 说的也是 一般的仙人好像都是一脸无欲无求的样子 看起来有必要确认一下书的内容了 说不定可以抓住什么把柄 你好 我们想要一本护法仙重夜叉路 嗯 这种老书什么时候翻身成了畅销书了 嗯 难得有年轻人喜欢 去书架那边自己找找吧 就是这一把 每当妖邪躁躁动不安 瘟疫 鬼怪一变 就会随之而生 于是炎王帝君换来仙人中的夜叉除灭妖心 他们向炎王立室为护法而杀生 除灭诸多恐恶 如是惊念 在漫长的血战之中 他们也难免被业障拘束 被魔神的遗憾污染 或陷入恐惧而发狂 或自相残杀而死 或走火入魔 最为强大的五位仙重夜叉 三位死不非命 一位不知宗敬 历经千年结束 唯有一位降魔大圣 尚存臣事 也唯有月夜市门 孤云阁的浮光 与嫡花舟的吹笛人 尚且记得他的身影 这是一本有关守护着黎月的 仙重夜叉门的书 感觉在黎月的史料里 属于冷门的一派呢 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书里讲的是 魔神战争时期 战百魔神的怨念 可能会产生瘟疫 鬼怪与异变 都是些不得了的灾难呢 咦 难道说 之前看到的那些满身邪气的秋秋人 该不会就是这里所说的异变吧 书中说 与魔神怨念斗争了千年的夜叉们 也会被业障所困 被魔神怨念污染的夜叉 常常会陷入难以言喻的恐惧 狂怒和痛苦 唉 辛苦守护黎月上千年 不仅没有回报 还要忍受这样的折磨 真是太可怜了 嗯 据说一共有五位夜叉 如今仅剩一位存活 该不会 跟那个天君有什么瓜葛吧 但怎么想都不是他本人 毕竟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长期忍受折磨的样子 嗯 书里的关键点 刚才都已经总结出来了 这么看 满身邪气的秋秋人的来源 还有天君与夜叉的关系 是这次事件的疑点呢 有必要再回去确认一下现场了 让我们拨开绝云间的迷雾 直达那闪耀的真相吧 嘿嘿嘿嘿 其实我还挺希望他是真正的仙人呀 而且他剧魔的手艺好像是货真价实的 但是希望越大就可能失望越大嘛 所以提前调查清楚还是有必要的吧 我们走吧 再到旺叔客栈那边去看看 无能 祝我赤令 恶鬼退散 退散 快 快退散啊 糟了 天君好像不管用了 附近还有普通民众在 不能放手不管了 我们快去帮忙吧 怎么会的 百无禁记录怎么会没有效果呢 这些秋秋人身上的邪气又变强了吗 百无禁记录 好像有点耳熟 对了 是那个 仙人的信物 上面一定残留着仙人的力量 怪不得他上次能用这个把怪物吓跑 你 你们在念到什么呢 这不过是本仙昨晚没睡好 仙力未能通达六脉而已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又有邪恶求救人往那边去了 那这次可以交给你吗 我 本 本仙忽然觉得身体有恙 定是方才仙力耗损太多所致 不然我必斩进这些妖邪 果然是吹牛大王 没有错怪你 旅行者 还是我们追上去看看吧 用元素视野可以方便追踪哦 我 是那位小魔大圣呀 怪不得 已经把那些秋秋人解 是你们 你们,我还记得你们,我正在这一带清理沾染了妖邪的生物,看来,是妨碍到你们了 咦,他的语气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你在这里想要除魔,怎么能说是妨碍我们呢? 因为这些魔物的异变,也是由我而起,是沾染我的业障所致 一变,业障,啊,难道 是啊,我好像还记得肖有着护法叶叉的成果 嗯,原来是这样 嗯,小镇是太可怜了 哦,是几百年前那些末刻,无意义的闲言碎语吗? 诸行无常,一切皆苦 夜叉的意志,从不与同情和泪水为伴 我那些已故的同僚,也不会喜欢后人如此平盼 嗯,嗯,真是不好意思 无妨 我正要去清脚一处夭挟气息浓厚的冬天 先就此别过了 大,大上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一定可以帮上忙的 不必,我习惯独来独我,更何况,这些异变也是以我为源头 就当为我刚才的不礼貌赔罪,可以吗? 跟上来吧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小,你都一直在忍受业障的痛苦吗? 痛苦是代价,是累是杀业的报偿 我早有觉悟 只是不料这些年,夜长竟会满意而出,沾染生灵 我自当反省 做好准备就进去吧,不要放人那些妖魔太久 我自当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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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shell 变成令人的 你必须想在这里 但我自己能与你 我让你继续動 我觉得你那种不良的 你给我帮你 这里邪恶的气息,让人汗猫之力呢 我会用静腰挪舞之仪 你们要尽量平心静气, 当心不要被魔神邪念所扰。 救你消失! 救你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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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用 轻妖魔武 这就是护法夜叉被赋予的力量吧 说起来 萧只会在魔物面前戴起面具 而那个多星绝尘天君 却总是故意以面具诗人 多星绝尘天君 从没听过的鲜明 是一个无耻的骗子啦 先专心战斗吧 一会儿再聊这个话题 一会儿再聊 或许多星绝尘天君 最后的战略 打开 一会儿再聊 一会儿再聊 我需要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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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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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能用的应该都拿齐了 走之前还是和那位先生打个招呼吧 怎么没人了 之前明明就在这里的 想不到你们还会在意我的去向 本以为你们拿了东西便会走了 是刚才那位先生的声音 你在哪里呀 我的形体千年之前就不在了 你们方才见到的 是服侍流行法所造的幻影 如今你们将服侍流行法所用的香炉与七星灯拿去 自然就见不到我了 我本是夜叉中的小仙 阎王帝君赐我鲜明铜血 数千年前实力不济 战死沙场 今天是我的忌日 看看今日的离月是我的遗愿 因而冒昧在此失数 话说 你们是从降魔大圣那里来的吧 原来你们之间认识吗 我能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他的气息 还有 愈发浓郁的业障的气息 哎 数千年来 他还一直在忍受着那样的痛苦吗 真是令我无地自容 别这么说 铜血先生不是为了离月献出了生命吗 性命虽然珍贵 但比起降魔大圣所承受的 死亡 不过是一种苟且偷安而已 铜血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生日要快乐的度过 但近日就难免赶伤吧 服侍流行法的效力也快散尽了 请二位珍重 替我问候降魔大圣 哎 好想再吃一次正宗的烤吃虎鱼啊 荆涛入海 蜜吃虎 风雪归山 斩妖邪 已经完全消失了吗 真希望能有人记住 这位名叫同雀的夜叉呀 我们也走吧 等以后有空了 再来上炷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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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尉 照例 驜尸道具已经被齐了吗 这香炉和七星灯的饰样很完美,简直像是为仙法特制的。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 而且童雀先生托我们向你问好。 童雀? 原来是她,确实有她的风格。 果然,童雀也放不下黎月吧。 但愿黎月今日的光景,可以让她放心安息。 那么现在开始仪式的准备吧。 香炉至正中尊位,七星灯散落周围,饥寒之物与其间点缀。 安排好之后,我们再继续。 嗯,如此便可。 接下来是梦游朱镜法的关键。 诗术的过程共有四个环节。 线香,鸣丝,诗咒,放尸。 啊,还要这么麻烦呀。 仙法乃是绝云仙人千年所悟,其中玄傲颇深,切不可轻慢。 否则,可能反噬自身,魂魄离体,难以复归。 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 线香,就是在香炉上香一柱,心怀对阎王帝君的敬畏。 冥思,断绝一切杂念,将诗术对象的形象在脑中定格。 诗咒,历生将咒文念出,帝婆夜叉,三诗压来。 放尸,对两尊夜叉雕像各射出一件,作为史义的契约。 没有意外的话,片刻后,那人的魂魄便会出现于此。 没有疑问的话,就赶快开始吧。 然后是冥思,要回想那个骗子的形象,真是好不情愿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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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诗压来! 嗯…… 好像夜叉雕像的妖剑亮起来了欸。 朝两尊雕像发亮的地方分别射一箭就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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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似乎有些眼熟 身体是这么回事 轻飘飘地感觉不到重量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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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怎么可能 本仙明明刚在望书客栈 安安稳稳地睡下 对了 原来如此 不愧是本仙 本仙一定是在做梦 对这个无可救药的人 似乎没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你们想怎么样 在本仙的梦里 岂能容忍你等歹人放肆 动手吧 目标冲上 安如盘 修得无礼 本仙的信重呢何在 快停下 我认输 不敢了 都要被你们打得魂飞魄散了 哎呀 我这是何等的晦气 居然装上你们这块铁板 还行两位大仙饶过我 一定不会有下次了 我们不是仙人 虽然魂魄是我们招来的 但真正的仙人是这一位 你终日招摇撞骗 帽顶鲜明驱邪而不除 致众生安危于不顾 久之 必自食恶果 为要挟所有 而堕万劫不复 啊 我 您是 他好像被削的气场 吓得不会说话了 敢问 敢问先明是 真的是您 我没想到真的是您 居然有生之年 可以见到香莫大圣 护法夜叉本尊 你也知道削的是吗 当然 不如说道尾如流 我爷爷是民俗学者 我从小就是听 香莫大圣的故事长大的 至今 也常常在收集 有关夜叉的各类书籍 可是自打从爷爷的遗物里 找到了百无尽近路 一开始我只是喜欢 模仿仙人 装装样子 可后来就在邪路上 越走越远了 还有这种往事 那这么说 你是小的粉丝了 是 是 感谢二位让我有机会 见到香莫大圣的真身 简直像真的在做梦一样 其实我们也没想到这一步了 今天 我就借此机缘 在祥魔大圣面前立誓 从此 一定稀恶扬善 安稳度日 不再败坏仙人的声誉 我会记得你的誓言 去吧 谢谢 谢谢您的原谅 还有 您为黎月做过的一切 他最后的誓言 很诚恳呢 应该真的不会再招摇撞骗了吧 对了 百无尽记录还没回收 就交给我们吧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望书客栈 找他本人 老板 请问多心绝尘天君 是住在这里吧 多心绝尘天君 你是说 那个戴着面具的假仙人吧 他在我这里登记的名字 是王平安哦 他已经把客房退了 说是要去 独自游历山川 啊 对了 那人还说 如果有位带着 会说话的小仙灵的旅行者 来找他 就把这封信给他 会说话的小仙灵 谁啊 嗯 他说的旅行者就是你吧 呢 信在这里 居然有信留给我们 该不会是什么新的片数吧 赶快先拆开看看吧 我很好奇 哦 他好像确实随心 附送了一些东西给我们 里面还有百无尽记录 真是好久没见过 这么实相的坏蛋了 是呀 哦 对了 我们快把百无尽记录 给消送去吧 果然在这里 我们把百无尽记录回收了 你拿去收好吧 有了二位 需要点菜吗 这位先生 一份烤吃虎鱼 好的 马上给你下厨 嗯 这次居然不是杏仁豆腐 对消来说太少见了 这是童鱼生前喜欢吃的 我只是想 尝尝是什么味道 嗯 这样啊 惊涛入海 蜜吃虎 风雪归山 斩妖邪 两位还有事吗 我比较习惯一个人吃饭 嗯 派蒙和旅行者 就这样帅气的 静静离开吧 小看上去有些沉浸在了回忆里 还是不要打脚踏比较好 沉浸在了回忆里 如果超美并不断